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在故宫国务院建院九十多年之际 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景仁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 五百多年的历史 她目睹了无数后宫悲欢 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 就曾经住在这里 这位皇后淳朴忠厚 却被精明的孙贵妃夺去了皇后之位 胡皇后到底输在哪里 又因何被废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景仁宫 探秘胡皇后被废的幕后引擎 东六宫和西六宫 分别位于紫禁城中轴县的东西两侧 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 妃嫔居住的地方 除了贤福宫和景阳宫 他们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 景仁宫建于公元1420年 原名长安宫 门首处的这座石瓶 相传是元代宫廷的遗物 石瓶的基座和边框 均为汉白玉石雕 平心是一块大礼石 文室自然天成 一面为云雾缭绕 一面是山川沟壑 五百多年的岁月里 古老的石瓶 见证了无数后宫悲欢 他看着皇帝的妃嫔们 在这里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 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 废后和皇后 曾经在这里失声碰富 清代顺治帝的同妃 曾在这里诞下 被称为天古一帝的康熙皇帝 孝顺的乾隆皇帝 曾经每天早晚来这里 向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后宫 她表面上对胡皇后非常恭顺 暗地里却积极活动 寻找一切机会取而代之 相比于孙贵妃的功于心计 胡皇后是一位贤惠忠厚 性情淡薄的女人 她不爱打扮 穿着也不讲究 既不会讨好皇帝 性情又有些耿直 看到年轻的宣德皇帝沉迷于四处游幸 她觉得有些不妥 便规劝她不要太过分 这让宣德皇帝很恼火 总是嫌她多管闲事 相反 孙贵妃却很会做人 她千方百计讨皇帝的欢心 从不规劝皇帝 也不做让皇帝扫兴的事情 这让宣德皇帝内心的天平 逐渐倾斜 产生了废掉胡皇后的念头 然而 废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皇帝也不可能为所欲为 他需要有足够的借口 才能废后 可巧 偏偏胡皇后没有儿子 中国古人认为 胡孝有三 无后为大 宣德皇帝企出 想用这个借口 废掉胡皇后 然而 若是这样 他也无法改立孙贵妃为皇后 因为孙贵妃同样没生儿子 这件事倒是拦不住精明的孙贵妃 在宣德皇帝的默许下 他悄悄让自己的宫女 怀上皇帝的孩子 同时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 数月之后 宫女生下一个男婴 这男婴便暗度陈仓 成了孙贵妃的儿子 孙贵妃神通广大 把暗取宫人之子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 人不知鬼不觉 在当时的宫廷内外 人们对这个新生的皇子一片赞颂 要知道 这可是宣德皇帝的第一个皇子 欣喜若狂的宣德皇帝 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上表恭贺 请求早立太子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就在宣德皇帝和满朝文武 因为孙贵妃生了儿子而欢呼的时候 可怜的胡皇后却躲在角落里 黯然落泪 胡皇后心里明白 自己身体不好 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 生子已经无望了 本来自己还可以和孙贵妃分庭抗礼 但现在孙贵妃生了儿子 母以子贵 孙贵妃迎病了 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还没等胡皇后想明白 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宣德皇帝早已心中有数了 她驾连昆宁宫 没完地对胡皇后说 皇家以紫色为重 可是皇后体弱多病 已经不能再生养 现在既然孙贵妃生了皇长子 大臣们都请求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你看这事可怎么办呢 胡皇后既然落泪 她明白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她谦让退位 好改立孙贵妃为皇后 这样一来 皇帝就免得落下个无故废后的骂名 胡皇后无奈之下 上表请求退位 比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宣德皇帝对此假意拒绝 孙贵妃也作戏推辞道 胡皇后虽然体弱多病 但是年纪尚轻 身体恢复后自然会有皇子 我的儿子怎么敢抢在皇后的儿子前边为太子呢 然而宣德皇帝却等不及了 小皇子还不满百日 他就迫不及待地将小皇子立为了太子 胡皇后的辞内之情 也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召告天下说 朕念夫妇之意 拒之不从 而臣词再三乃从所至 旧贤别宫 其称号 福时 侍从 昔如旧 意思是说 我念在夫妻之情的份上 原本不同意胡皇后的请求 但耐不住她再三请求 只好答应她辞去皇后之位 搬出昆宁宫 到别的宫殿去居住 待遇上 一切从旧 公元1428年 胡皇后就这样搬到了井仁宫 当时宫殿的名字还叫长安宫 专家说 今天的井仁宫 基本保持了胡皇后居住时的格局 以围墙和建筑 围成一座两进的四合院 前后院的布局相似 正殿均为五间 东西配殿均为三间 宽敞的院落和房间足够安置胡皇后和她的众多仆丛 胡皇后退居到井仁宫时 正是春天 宫殿里繁花似锦 生机盎然 胡皇后却远远地听到了昆宁宫里的鼓乐之声 那里正在举行着孙贵妃的丰厚大典 孙贵妃终于如愿以偿 微笑着坐上了皇后宝座 井仁宫里的胡皇后虽然衣食待遇照旧 依然是锦衣玉食 然而 她的人生境遇已经截然不同了 她不再是后宫之主 后宫中一切的热闹与繁华 从此都与她无缘了 生机盎然的井仁宫 对她而言无异于冷宫 当时的老百姓虽然对皇后的遭遇充满了怜悯 史书上说 皇后无过被废天下文而连之 可是老百姓的怜悯终究也帮不了什么忙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为胡皇后打抱不平了 这个人就是胡皇后的婆婆 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 张太后原本就喜欢宽厚耿直的胡皇后 不同意宣德皇帝仓促废后 现在她怜悯胡皇后无辜北费 常常出面庇护安慰她 隔三差五就命人到锦仁宫 请胡皇后到自己居住的清明宫小住几日 在后宫的宫宫 在后宫的宴会上 张太后仿佛要为胡皇后出气式的 执意让胡皇后位居孙皇后之上 孙皇后虽然为此泱泱不乐 却也毫无办法 在锦仁宫里 胡皇后调适好心态 寂寞却也平静地度着岁月 东元1435年的正月初三 当人们正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庆中 宣德皇帝驾崩的消息 却传到了锦仁宫 胡皇后沉默良久 落下泪来 时间过得真快 宣德皇帝离去她 废掉她 已经快七年了 现在皇帝终于离去了 整个后宫 阴天去了 胡皇后不知道 就在废后不久 逐渐成熟的宣德皇帝 就为废后之事后悔了 她自嘲道 这都是朕年少无知时做的事情啊 然而覆水难收 胡皇后的命运已成定局 最终和这座冷清的锦仁宫联系在一起 锦仁宫里的春秋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胡皇后在张太后的庇护下 安然度日 然而又一个七年之后 张太后病死了 失去依靠的胡皇后 痛哭不已 这一次 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之助 真正感觉到了后宫之中 孤苦无一的寂寞与恐惧 第二年 胡皇后就病死了 她的葬礼是按照后宫平一级的礼制举行的 锦仁宫的这座石亭 怒送这位命运凄惨的可怜皇后 被人抬出了锦仁宫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